总统蔡英文上午九点现身 位于新北永和秀朗国小的投票所 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 蔡英文也热情向民众挥手致意 蔡英文投下手中的三张选票 也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我们大家都可以踊跃出来投票 那民主国家的公民 可以用手中的一票 来决定国家未来的前途 前总统马英九也早早现身台北投票所 身穿休闲外套投票 对于媒体提问并未多做回应低调离场 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回到桃园市 由妻子陪同投票 排队等候投票时与街坊邻居交谈叙咒 就是抱着一个快乐的心情来投票 这是崭新我们的民主 每一年每一次都回到 这个自己的家里来投票 感到非常高兴 希望选民好好把握自己的一票 台湾大选结果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总统蔡英文前往投票 大批媒体到场采访 要全程见证台湾选民的关键抉择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号张元亭 综合报道